和華法官你都講中了幾點 首先 過面情況論 這個民意調查給全民投票或普選格立法議民議論 這個政治化論 這個是最厲害的 你自己本身都是官 你怎樣避免政治化呢 這個是一樣的 跟著 就是我想問 和華法官你一個月拿多少錢人工呢 分分鐘你比外國的俗比還高 但是你丟一條這樣的冷方案給我們 你叫香港市民如何接受你呢 還有 行政長官不是普選 他任命理 他又怎可以代表民意呢 多謝 各位 有些場地使用的時間 我們只剩15分鐘而已